像剛剛賈斯汀講說 他這一輩子沒有碰到鬼 我也很少碰到鬼 而且我也很少看到那個具象的鬼 可是當你第一次看到 具象的鬼的時候 你怎麼會沒有看過鬼 你不是很常 對 我累積到現在 我看過一些鬼 但我並不是像通靈體質說 我隨時可以看到 你現在後面一個 現在變成這樣 我不是這種 那我只是要回答賈斯汀就是說 你當真的碰到的時候 其實你會完全沒有辦法預料 你的反應是什麼 我這一輩子有兩次 都是第一次的那個經驗 它兩個經驗是完全不同 我第一次是有一次這個 我跟李佩貞還有一個女生 我們三個人 去出一個節目的外景 在澳門一個 幾百年的一個古厝裡面 然後我們就一間房子 一間房子這樣拍 鬼屋探險 然後一間房子拍 然後燒掉了什麼拍... 然後那個古厝呢 它是一條通長廊市 到最後就封閉死路了 你出不去了 所以只能從這邊進 繞一圈 最多再從這邊出去 遠路出 對 最後面連出 窗都沒有 然後是台灣那種並排... 所以就有點像一條通這樣 然後我們拍到大概中間天井 正要轉彎的位置 攝影師說 卡 對不起 沒電 那怎麼辦 沒電 換電啊 裡面太黑沒有辦法在裡面換 所以他們得到外面去換 因為外面的停車的那個地方 才有燈什麼 好 他們就要到外面去換 然後呢 李佩珍很矮嘛 那個助理很矮 李佩珍當時站我這裡 然後李佩珍就從這邊 走過我的面前 走過我的面前說 我跟你不出去啊 因為他看我把煙點起來了 你不出去啊 我說不用啦 他們換完電就進來 趕快趕快走了吧 然後李佩珍說 那你不出去 我陪你抽煙 他又走回來沾到我這個地方 然後我就在那邊抽煙 然後你外面呢就是 攝影團隊已經不見了嘛 可是外面的燈光會讓你知道 會讓你判斷說 他們在門的那個地方 某些的什麼位置這樣 結果我就跟佩珍兩個女生 有一句沒一句 突然我們前面 有一個黑衣服的一個人 我這麼高啊 那個人大概這樣子高度 而且呢 就是只是一個影子而已 而且只是一個影子 應該是一片對不對 沒有 它是一個 就是一坨黑的 反正就這樣飄過去 我剛剛不是講嗎 我們在一個轉角嘛 那個黑影子就這樣飄過來 飄過去 然後轉進去 就在黑暗裡面就不見了 然後我當時這樣 然後接著我就看了一臉李佩珍 我就看了一點佩珍 然後我們兩個眼睛相對以後 我問她我說 你看到嗎 她就這樣 然後我就問旁邊那個女兒說 妳有看到嗎 那女兒這樣 我就把眼睛這樣一卡 我就到後面我想說 那這是什麼人 因為我當時的想法就是 可能是人啦 因為太具象 大家都清楚是不是 太具象了 然後不怕 你追上去看 對 我追上去看 因為過去天井 過去天井大概也不用五公尺吧 就可以看到他們的廚房 然後我就去看 廚房 雖然破破爛爛的 可是沒有東西 雖然很黑 但你沒有東西 我也不敢再往前走 我想等燈回來 我們再往裡面拍 好 外景就 外景都弄好了 進來 進來 我們從這個地方開始接嘛 接以前我就跟導演講 我剛剛有一個那個什麼的 這樣一個人 我們三個都看到了 怎麼樣 往那邊過去 然後導演就說 沒關係 我們就這樣一直拍下去 拍到最後 它就還在裡面嘛 結果我們 裡面什麼也沒有 可是 然後 然後我們就出來對不對 出來到外面的時候 因為出來 我剛剛講的 它是一條一條通的 出來到外面 我們人就會往外走 當我在往外走的時候 我才發現一件事情是 它地上都是垃圾什麼 亂七八糟的 一個人要走過去 它是不可能沒有聲音的 好 我第二次 這一次是我人生中碰過 最短 但是我覺得最恐怖 而且我只要想到 我都還會起雞皮疙瘩的事情 以前 我們剛開始玩生存遊戲 就是BBIBOD 內附埋伏是我 我要沿著牆角 我想要沿著牆角 慢慢的摸進對方的後面 然後從對方的後面打屁股 把他們阻力殲滅 結果結果跟人在草溪上 啪... 趴到一個地方呢 你聽到前面有動靜 然後是你就不敢動 大概6秒 因為我在算 我再算對方的步伐就是 我聽到第一个聲音是這樣 那第二個聲音是什麼 再加第三個聲音 我就可以大概判斷 你的移動方向 我不是趴著嗎 我的腰這個地方 就硬生身 你好清楚一個皮靴這樣 踩在你背上 對,而且是這樣 這樣踩下去 然後踩下去的時候 我真的還聽到 我的骨頭這樣 的一聲 然後當時你不敢動 當時不敢動是 我要等他那是不是 別的伏肌的人 他沒有看到我 所以他踩過我的身體過去了 我就等 然後偷偷看 沒有人 好,我就再往前爬 再往前爬的時候 我就看到前面 大概賈斯汀這個位置的 那個一條 學校裡面的室內行動的馬路 小馬路 有兩個人 有兩個穿軍服的人 從外面那個地方往前走 往前走 可是呢 按照我們生存遊戲的規定是 如果你是死掉了 就是生存遊戲上陣亡 你要下去的話 你槍要舉起來 如果你不是舉起來的話 那你就是在戰場上的人 我就可以開槍 也沒有理我 我就開槍 我就開槍 其實漆黑的夜晚 球形的B彈 它一條線開出去的時候 你是可以清楚看到那個蛋 那個蛋裂一條白的這樣 就一直打在他身上 而且兩個人我輪流打 那兩個人跟籃波一樣 一點反應都沒有 走 然後我不是趴在樹 我不是趴在草叢裡面嗎 對 他們全部在馬路嗎 對 馬路有行道樹嗎 兩個我就這樣一直打 打到一棵樹 那個樹多大 那個樹大概這麼粗 他們 跨過這棵樹 就不見了 其實聽那個鬼故事啊 恐怕不是他的鬼故事 可怕的是音孝老師 不知道什麼抓下我 不知道 我一直 我一直沒辦法專心聽他的講話 因為我一直在看他那邊 就很恐怖耶 把他那棵樹的線拔掉 收掉 可怕 老實說我講鬼故事講這麼多年 我會發現它跟... 有些東西會跟宗教有不一樣 比如說佛家有一本經叫 地藏王菩薩本願功德經 那是念地藏王菩薩 跟念給地獄裡面的人 的一本經 那本經很厚 那本經呢 所有師父都會告訴你 第一個 你從來沒念過經 那你不要念這一部經 你念過經是不是 那你不要入夜以後念這一部經 很怪 好 我也有這本經 那我是佛教徒 我每天晚上睡覺前 我都會念經我才睡覺 我有一次去加拿大 看我兒子 我一個人住在旅館 我每一個兒子他們住 我兒子...他跟前妻嘛 我一個人住在旅館 然後晚上... 我一個人晚上睡覺 我就念經 開始把東西擺一擺 準備做功課要開始念經 我那天我通常都是念什麼 觀世音菩薩什麼的其他的經教 我那天晚上不知道為什麼 地藏王菩薩本願功德經很厚 你唸完大概要一個多小時 很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拿那本來唸 然後你那整個動作就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唸這部經 你就拿就唸 好 你就把它唸... 就唸完了 唸完沒多久抽個唸我就睡了 其他大很乾燥嘛 所以就不需要蓋那種很厚的背 就是很輕的背這樣 蓋一蓋呢 我真的是人躺下去喔 我還是有意識的喔 我躺下去還沒有睡著 我還是有意識的 我一躺下去就很清楚的 有人在摸我的腳 在前面的地方摸我的腳 但是我是蓋著一個博被子 他摸我的腳 而且你很明顯覺得 那個手很小 你可不可以音樂稍微小聲音 因為我音量要提高 對,我感覺自己 像在競選的感覺 對,稍微小... 對,他就一直這樣摸上來 那說真的喔 因為男生喔 我們當兵的時候 多少有一點腳氣的問題 所以反反覆覆 你其實當時只覺得說 有點癢 想睡 所以你不願意動 可是那摸是 很清楚的兩隻手 他慢慢就摸上來 在搓腳之間 對,從這邊這樣慢慢就上來 到腳踝的時候 你就很自然這樣 踹一下這樣 踹一下就沒了 然後沒了呢 你躺著嘛 你躺著還是... 我躺著還是這樣看一下 什麼沒有,房間什麼都沒有 好,就躺下去 又躺 就低級躺下來睡 對,董董 你真的容易變笑 再躺下來睡,一樣 再躺下來睡 就這樣躺著 一躺下來 但是沒有幾秒 就開始摸摸摸摸摸的腳 摸摸摸摸摸 就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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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到膝蓋來 摸到膝蓋來 你也是一樣覺得 你...就是... 不好吧 對,那腳... 對啊,我猜一下 什麼不好吧 什麼東西 從頭到尾就不好 怎麼現在才不好 什麼不好 好刺激哦 好,然後呢 我又提了一下 又提了一下 我就起來看 因為你當時真的知道說 他太清楚那個手感 因為摸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 你其他身體的部分了嘛 小小的手 可是你到這裡來的時候 你身體已經有趴上來 我就感覺小小的部分 好,我就... 我就再躺下來 再躺下來 老實說我當時心裡想說 媽的,你要幹嘛 好了 接著又一樣 從腳尖這樣爬... 真的會快到膝蓋的時候 我真的腳這樣踹一下 我腳踹一下 我躺著對不對 我胸口站一個小孩子 哦 我是躺著嘛 我就這樣踹一下 站一個小孩子 站在你身上啊 站在我身上 我沒有重量 可是... 可是我就很清楚看到一個小孩子 你是當時那個瞬間 我也不記得他有沒有下半身 可是你是很清楚 看到一個好白好乾淨的一個小孩子 我瞬間一個動作是 你手自然揮了一下 揮一下 就不見了 你鬼故事應該很多了吧 我當面的時候確實是在這個 在澎湖 那個澎湖馬宮 不是有很多那個防風鈴 靠海邊有很多防風鈴這樣 那你說我們十個人 我們支援那個地方 然後那天呢 我們是支援勤務公差 就是... 反正海防足提之類的 跟那天十個人 早上十個人 吃完早點 夏天穿著短褲 穿著短袖 再拿著褲子蟬子這樣 戴著帽子 就走過那個防風鈴 走過防風鈴以後 出去就是沙灘 沙灘就是有太陽 防風鈴裡面有樹嘛 有樹蔭這樣 那天我們這樣走... 就走出防風鈴 我是走最後面 走出防風鈴有沒有看 第一個 第二個 然後帶隊的 隊伍裡面的第四個 他一走出去 幾乎是一碰到太陽 他就... 人就癱軟 然後當時阿斌的反應 癱軟是不是 直接就... 裝病 對,然後他就踹了他一下 而且踹了他一下 他就立刻站起來了 然後立刻站起來 一站起來以後就是... 我衣服在那裡 對,然後呢 差不多 也沒有很瘋狂 但是那個... 他就開口講兩個字 我永遠記得那兩個字 活地 那是什麼意思 我哪知道什麼意思 活地 什麼東西啊 然後他就問 他就接著講... 講了好多事 我跟你講,大概講了快半個小時 我才大概聽懂 他在問 這裡是 河地 我聽成活的 對,他在問 這裡是河地 然後接著我們接... 他那個河地兩個字出來 以後他就沒有講過任何話 就一直河地 河地、河地 後來有人搞懂以後 我們只是覺得搞懂 我就問說 他是不是在問什麼地方啊 然後接著呢 他就講 無乃大明王朝 什麼什麼就講了一大串 而且那個 我們那個同學 我們那個... 前面婚下去的那個同學 他是一個嘉義人 真的平常聽他講國語 不是,聽他用閩南語 就是台灣國語腔在講國語 我們都聽到很吃力 他那天是一上升以後 他是標標準準的 清楚到一個極限 就是絕對不是演的 就是演的 這個人起碼在大陸住上 十年以上 他才會把演技 好啦,那我們就 慢慢就覺得很害怕 因為他沒有任何舉動 也沒有任何瘋狂 他只是一直問 何地、何地 後來我們搞清楚 他也搞不懂 他為什麼在那個地方 然後我們就覺得 開始我們覺得是 嘻笑、裝瘋賣傻 接著你就會發現 他好像真的有點問題 好啦,班長就回去叫人了 好,就沒多久 就找了那個什麼 外面的師父來裡面 作法什麼什麼的 跟他溝通 師父進來以後 其實就不是我們接手 就是到家了 就是師父接手 我們只是同聯、同班的人 我們就在他們旁邊看 怎麼回事呢 他自己說 他自己說他是 明朝的一個軍人 一個將軍 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屍骨 會在這個地方出現 所以他要了解說 為什麼 現在是什麼時間 現在是什麼地方 為什麼他會在這個地方 然後就跟... 就跟那個法師 就跟他溝通 溝通... 那個人三天 就是被上升那個同學 三天都在那個海邊 防風鈴的那個位置 沒有離開過 中間我們有換法師 換人去什麼什麼 他三天沒有吃任何東西 沒有做...沒有任何動作 他唯一坐下來就是 比方說法師要回去 法師是人也要休息啊 法師回去 他一個晚上 就是坐在沙地上 然後兩個手放起來 眼睛瞪得大大 不跟任何人講話 不作動 不喝東西 不吃東西 不喊 所以他連上三天 白天太陽出來也一樣 對,連上三天 可是連上三... 他連上三天呢 說真的,以人的角度 他人樣子已經變 消瘦了 三天耶 你三天都沒睡 那煙...這邊也黑了 而且我們本來 阿兵哥是每天朝九晚五 吃飯時間很正常 你突然三天沒吃 他整個人是變 可是那個樣子就是沒有... 就是那個氣 那個氣是在那邊 好啦,溝通了很久以後 他要幹嘛呢 他的屍骨在那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讓我們幫他找 好啦,他就講了 他就講了一個地方 我們就... 我們就聽著上面的指示 去一個地方挖 那是已經... 就是退朝的時候 水會上來,你知道嗎 退朝以後 水會上來的地方 我們就挖... 黑還真挖的 挖到了一些骨頭 就包括一個很清楚的 一個下鱷骨 我們沒有挖到頭骨 就很清楚的一個下鱷骨 然後你看出來下鱷骨 不是白色 所以就有點年代了 那我們怎麼相信 我們...好,我們照你的指示 挖到了屍骨 那我怎麼知道你是明朝將軍呢 對不對 好,整個地方挖開 對不起 明朝的官或是君子 他要出外的時候 他有掛一個名牌 一個腰牌 叫作腰牌 腰牌有木頭的、金的、銀的 各種不同 我們真的找到一塊腰牌 大明... 大明王朝什麼海江敬衛 什麼東西的一個名字 一個人 雖然是腐爛掉 但是你還是依稀可以變得到 的確他講的沒有錯 大明朝某個什麼將軍 就真的是他 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透過這個法師的 一個動作以後 就答應給他蓋一個廟 所以在那邊就蓋了一個 好小好小的廟 然後你答應給他蓋廟以後 這個人就... 然後他什麼事都不記得 過幾天又再回來說 太小 對,就太小了 我要有一個電梯 沒有這件事情 好啦 這是講到我當兵的時候 我以前當兵的時候 當兵睡上下部 對不對 然後有一天 我中午吃完飯 我就回寝室休息 我回寝室休息的時候 因為上部不高 上部你眼睛是可以看得到 我回寝室休息的時候 我們上面已經躺了一個 我的朋友 我認識的朋友 我就想睡著了 這麼早一會來睡覺 好,我就坐下來 當兵不是有鞋子嗎 就開始脫鞋子 脫一脫呢 我就突然聽到上面的聲音是這樣 伸懶腰 對 很大的聲音 然後我就說 起來了 他說 對啊 這麼大聲這樣 然後接著 我就看到 我就感覺是床在搖動 你就知道 他在上面 什麼痘痘我不知道 反正沒多久呢 然後我就沒理他 我自己弄我的自己鞋子 接著呢 他說 他就說 這是我們出來 我們睡在上鋪的人 如果下面有人的話 我們會講一個說 小心喔 就是說我要下來了 結果我就看他兩個腳 我坐在這裡嘛 我就看他兩個腳就 啪 下來 所以他的姿勢是 銀衝躺了 這樣子 所以兩個腳懸在這裡 那我的腦袋在這裡嘛 所以我看他兩個腳下來嘛 我就往這邊讓了一步 準備讓他下來跟我聊天 好 我就看他兩個腳對不對 我就這樣移了一步 我再突然看的時候 他那兩個腳是突然這樣 我就聽到一個聲音是 然後我看到的是那兩個腳叫 就回去了 然後我就 我就看他平躺在那裡你知道 然後最屌的是 他平躺在那裡 我想我就看他的臉嘛 因為我想說 我的邏輯就是疑問 你是跟我開玩笑還是幹嘛 我一看他眼睛 他的眼睛是這樣 他平躺的喔 可是他眼睛這樣 真的 就是看我這邊你知道嗎 然後我想 這絕對是鬼壓 我就找 我就走掉 你不摸他一下 不叫他讓他 你不救他 聰明 我也害怕 我當兵耶 我才只有20歲 我很害怕那個時候 稍晚一點我就再碰到他的時候 他的感覺是 他已經要坐下來 突然被一個人的力量 讓他躺下去 不能動 所以他眼睛可以動 眼睛看著我 他說他有跟我講話說 快 鬼壓 鬼壓 可是我真的什麼都沒聽到 我就看他眼睛瞪著我而已 好沒義氣喔 就是一個沒義氣的人啊 這個就是你們聽完故事的一個結論嗎 這個比鬼壓還恐怖 其實拍片 我在拍片這個 這麼多年的過程 我碰到一個最懸 最懸的就是 我們出一個外景 外景有很多的鏡頭要拍 那我是演那種被 跟在女主角旁邊被保護那種 女主角是高手 鏡頭是 他要從這個樹上 有掉了鋼絲 要從這個樹上呢 跳到石頭上 因為空中打嘛 然後跳到一個石頭上 嘿嘿嘿 在一個凳部這樣 飛出去這樣 飛出去 先排練嘛 吊鋼絲 OK 好來這次錄 就那個女主角 他腳一到那個石頭上去 就倒了 一到石頭就倒了 那種幾次都站不住 幾次都站不住 然後大家就很生氣啊 後來那個攝影師拍拍 他就直接在一片 大家混亂在討論 為什麼的情況下 攝影師突然 導演那個 你看一下貓尼桃吧 導演就 幹嘛 你看一下貓尼桃 結果導演就過來看貓尼桃 就是觀景窗 對 導演看貓尼桃的 看了一下就 不一樣 收工 收工 就喊收工 為什麼 不是還沒拍完嗎 對啊 為什麼 不是還沒拍完嗎 那導演喊收工 大家就開始收了嘛 對 我就走到攝影師旁邊說 幹嘛 收工明天不是要來嗎 他說不是你 你看那個Monitor嗎 我就看那個觀景窗 你看喔 我一看 我一看也是覺得 石頭上面一個半 一個半人 只有一半的人 坐在那個石頭上面 然後他就 他就看了那個 他就看了那個女主角過來 你親眼看到 他嚇死人了 配什麼音效啊 是不是讓你很亮 對啊 親眼我親眼看到 你親眼看到 那動的嗎 所以他只要鏡頭 他只要 因為他的 他推走 落在那個石頭上 他就是站不住 對 他只要一過來 就直接把他拍走 那第二天還是同樣的場景嗎 沒有沒有 第二天找別的樹林 去拍那場樹林的戲 一定要啊 然後拍的時候 應該要先拜拜什麼 然後就叫道具 連夜搞了一個假的石頭 比較大 比較穩這樣 所以導演很了 不多說對不對 其實類似這樣的事情很多 以前那個鬼片在流行的時候 王川如跟方正 都是老演員 王川如以前是鬼后 他也拍過一部片子 而且那個片子 影片後來還留著 一直留到中影 這個單位沒有了 這個片子還找不到 什麼片子呢 他們一直拍一個鬼片 那個片子呢 是王川如他是鬼 然後現身要跟方正兩個人 就對著一個 在一個圓桌子 後面是一個老錯 一個就是的老錯 兩個在圓桌子在那邊講話 然後王川如就要跟他講 他的委屈啊 我為什麼變成鬼啊什麼 方正就在那邊 喔喔喔 這只要 就是彩排都沒事 只要Action 中間就做一個人 誰講話就看誰 誰 誰 就那影片還留下來 現場看都看不到 現場也沒人看到 是回家衝片的時候 那個肚子小肚子 小肚子 哇 有一個人在中間 哇 這還滿猛 因為你們這些講話搞得你知道 每個人進房間那裡面沒有鬼 都已經覺得有鬼在裡面了 每個人就我跟你講 可是我覺得這個要 大家遵守那經濟其實是對的 像我是完全不理那種經濟 我的概念就是覺得 這房間是老子付錢的 登記的是我的名字 我也是沒有這一套 可是我常在旅館碰到 我講一個短的 我在南京碰到最強的就是 哇 南京 我們去大陸出外景 人家都禮遇我們 南京啊 不是簡單的地方啊 南京啊 想到1947年 是不是 那年死了多少人 而且大陸又不信 大陸又不信這種超度 有都沒有的 是是是 南京 我們去的房間 人家都是給你最好 哇 客廳跟房間分開 浴室什麼 我們 對 那我們 我們的習慣都是一進去 每個房間看一看嘛 那窗戶都給他打開 讓他透一下氣嘛 我到那個廁所 我還 我一進到廁所我就嚇一跳 廁所是三角形 就很多飯店它是為了 造型的關係 所以可能剛好 就這個房間的格局 廁所是三角形 我到那個廁所 我沒有任何證據 廁所就是乾的 真的就是你一進去 你大概會從那個 後腦勺 後擠那邊 開始發糧是 然後那個瞬間拉開呢 因為你皮膚會有一點 敏感的毛細孔 就是雞皮疙瘩的感覺 所以你會覺得 全身的雞皮疙瘩 是從後面的中間開始 竄上去 散開 然後身體部分是往前走 你會覺得全身 你會感覺到全身 每一個雞皮疙瘩是 像軍隊一樣 很整齊的 但是那個引爆點 是從背後就對了 背後 背後腦勺這邊 然後看不一樣的程度的鬼 也有不同的地方 反正那次我就覺得 怪 好 不管他 我就工作 工作完回來 反正就睡一個晚上 晚上回來呢 怪了 好啦 我就 館上工作完 還叫了餐點吃 吃完後就躺到床裡 在看電視 看看看看 突然浴室裡面 有水流的聲音是 消的那種 沖水 對 然後你當時的想法 只是覺得 隔壁某一間什麼什麼 之類的沖水吧 真的 浴室裡面冒煙出來 他還開熱水呢 我一個人住的房間 浴室冒煙 這樣 煙這樣慢慢出來 你開始會想說 那是我的煙還是怎麼樣 沒有呢 真的有這樣 煙這樣慢慢出來 慢慢出來 你只曉得說 那我的房間 我還是要讓它搞清楚一點 好 你就起來 捏手捏腳 走走走 我不騙你 我走到那個浴室門口 我上來 因為我走到浴室門口 我看到一個 就像你在電影上 看到那種舊時代 那種大概230年代 穿那種舊眉毛那種 破破一個女的 蹲在那個浴室裡面 這樣 哇 那麼具象喔 那麼具象 背影 對 背影 背影 然後那個水呢 水是開的 所以才會有那個蒸氣 可是最屌的是 那個水幾乎碰到它 就彈開了 就不會把它弄濕 碰到它就彈開 我當時 你其實不知道 哪來的那個靈感 可是你當時 看到那個瞬間 你會立刻知道 那是怎麼回事 你就會立刻知道 那是怎麼回事 你就會立刻知道 那是怎麼回事 然後一看錶 還有三個鐘頭 我應該怎麼辦 好吧 那你就 只能把浴室門關起來 默默地看電視 還有三個鐘頭 你為什麼不去拉比呢 還有三個鐘頭 才天亮是不是 不是 還有三個鐘頭 我要出門去搭飛機 五點要來接我 五點要來接我 兩點多 然後你就只能這樣看電視 然後沒事就看看裡面 然後看看手錶這樣 好好好 好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就等等等 電話來了 好 文明哥 車在樓下你可以下來 太好了 就跟他接到那個 耶穌的電話一樣 佛祖打來的一樣 趕快 好 電話一掛 電話一掛 你就把那 東西整理對不對 東西整理整理 你知道放了哪些東西 東西收一收 那時候 最後把那個遙控器 往床上一丟要走了 我把遙控器往床上一丟 那遙控器 砰 彈下來 彈到地上 那遙控器 一個晚上裡頭是沒有變遲的 我一直在看電視 那個演藝圈 開的黃曉德 我這本 我這本狗狗聲音封面是他設計的 整個封面是他設計的 那黃曉德有一陣在做那個 一個跑大陸的一個外景節目 中國這麼大之類的 他有一天就去錄 大陸拍完東西回來後 然後他就進公司去錄音 他一錄完音就打給我 他說 老頭 我跟你講 我剛剛看到一個女人在上面看我 她在錄音室 你知道錄音室是空間的 對啊 尤其我們要收音 我說 蛤 好 我說那我等一下過來找你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完全了解 我就完全了解 然後我一碰到她 我就到她家樓下 叫她跟她男朋友一下 我告訴她該怎麼做 然後我就拿了我在念的佛祝給她 然後我就直接跟她講說 你從大陸買回來的木雕品 通通給我丟掉 通通給我拿去丟掉 然後告訴她該怎麼做 我說那這個女的我帶走 我就把她帶走 然後她就 然後黃曉得就 再也沒有任何不舒服的狀況 就這樣 真的啊 你怎麼帶走 你怎麼知道你帶著走 可是在 在我那個時候的邏輯做法就是 我一到他旁邊以後 我就吸你跟這個女的溝通 你不要弄她 那是我妹妹 你不要弄她 她怕你 我不怕 來你跟我走 真的啊 從來沒有公布過 這在那個雲林麥寮 你知道這個地方 雲林麥寮 然後有一個 這是發生在民國六十幾年 那你知道那個年代的照相 沒有像現在都是數位 都是這樣熟悉 這個民國六十幾年 賣掉有一家那個照相館 這個小照相館現在還在 有一個小照相館 有一天在半夜呢 就有人來敲門 敲門 門一開 門開呢一看 是一個女的 她長得還不錯 長得還不錯 然後身上也乾乾淨淨 可是就有一點 這個女的呢 全身是濕的 然後那個照相館門一開就說 對不起我們這三天半夜 我們已經打癢 她說我知道你們打癢 可是我是一個外地 嫁過來這邊的新娘 我明天就要結婚了 那我想在結婚前呢 就拍一個 拍一個那個 我單獨一個美美照片 我做個紀錄 她說好啊 可是我們真的太晚 真的沒有辦法 這麼晚我們也沒辦法衝 也沒辦法那個拍什麼 好沒有關係 那這樣你準備一下 我先到旁邊打個電話 我到旁邊打個電話 我等一下再來 好 然後她就說好 我們去打電話 然後這個女的就說 那你可不可以借我一點銅板 要打公共電話 丟銅板 你可不可以借我一點銅板 然後她老闆說 銅板每天 我們的照相館 沒有那種零錢 對 而且錢每天結束的時候 結算的時候 老婆都把錢收走 她說沒有銅板借你 她說那怎麼辦 我這邊有大張的鈔票 她就拿鈔票出來 一百塊 她說我只一百塊 那好了 那我去幫你換 我拿去幫你去房間裡面 找看她有沒有銅板 好了 她拿進去裡面 拿進去裡面以後 她就換了錢給她 就拿幾個銅板給她 換了給她 然後她就去打電話 那個女生就打電話去了 然後這個照相師呢 就把這些東西都弄好 然後這個女的呢 她沒有去打電話 她到了隔壁賣餅 賣喜餅的那個店 到了賣喜餅店 也是這樣給她敲門 敲門 對 敲開門以後 三星半夜 好不容易敲開門 敲開門以後 這個老太夫會出來說 小姐妳是有什麼事情啊 有妳怎麼全身濕濕啊 沒有啦 因為熱啦 因為很難 流汗 對 熱流汗 她說那小姐妳有什麼事 她說我明天要結婚了 所以我想訂二十盒喜餅 麻煩妳幫我寄到什麼什麼地方 她說 不是 小姐妳明天結婚 我們來不及做這個喜餅 對 因為以前不是一直 都要先預訂啊 對 以前沒有什麼義美 妳買現成的 她說要手工做 對不起啊 我們半夜實在做不出來 那沒有關係 妳幫我趕 趕多少盒是多少盒 不是趕的問題 是沒辦法做啊 我現在到明天是沒有辦法 她說那這樣好不好 我給妳這些地址 那我給妳錢 我把錢付了 我訂二十盒 妳幫我送 好不好 然後那個老闆娘她說 看到錢嘛 見錢妳看 好吧 那我幫妳送 可是那個二十盒 她說那二十盒怎麼樣 二十盒有點少 她說那沒關係 那妳看我錢夠多少 她說妳這錢 應該可以買三十盒 她說那這樣好 那我再多寫一個地址給妳 對 她就再寫一個 歷史的地址 給這個人 訂了三十盒 然後走 然後接著下來 她就真的去打一個電話 因為呢 這個小鋪的外面有柱子 公共電話就立在那個柱子上 所以她跟那個賣餅的小鋪 弄完以後 小鋪親眼看她走去打電話 對 打電話 打完以後呢 她就到小鋪店 經過小鋪店 妳要跟她謝謝 她進去 再走幾間到照相館拍照 拍得很正常 啪 拍完 拍完就走了 她就留了一個地址說 那這個照片呢 到時候 到時候會什麼什麼 來拿這樣 結果呢 七天以後 就真的 真的有一個年輕人 就騎一個摩托車來 就說 我請問妳一下 那前幾天 有沒有一個女生 來這邊跟你說 她在這邊照了照片 她說有 那照相館說 有 她說真的嗎 她說對啊 而且她在那個隔壁 還訂了喜餅 然後那年輕人嚇了一跳 還訂了喜餅啊 好 那老闆照片要多少錢 照片不用錢 照片我去拿 好 結果她就去拿這個照片 老闆就去案房裡面 把這個照片拿出來 那以前是一份一份對不對 妳什麼名字 妳寫好 她就照那個年輕人 拿著那根單據 來來來找來找來 找到那個照片 然後那個年輕人把她照片一拿出來 這照片上是沒有人 就是一個空景 這個老闆 什麼 怎麼這樣 對啊 我是真的有拍這個人啊 對啊 我是真的有拍到這個人啊 然後這個人 她就描述出來 還跟我穿了新娘的衣服啊 什麼什麼什麼 可是照片出來就沒有 好 她把自己一片拿出來 也沒有 也沒有呢 她就想說 沒關係這照片我還是帶走 她就把這個照片帶走 帶走以後她就到隔壁這個餅店 然後隔壁這個餅店就問她說 請問一下 前幾天 是不是有一個女生 來這邊給妳訂新品 她說對啊 她來跟我訂新品 她訂了30個 然後這邊還有地址 什麼什麼 妳看 結果這個年輕人就說 那請問這些餅呢 她說這些餅都已經送去了 然後這個年輕人才講說 那個 來的那個女生 就來的那個女生 是她嫂子 可是她結婚前呢 結婚前就跟同學去海邊玩 淹死 淹死以後呢 她就託夢 託夢給新娘家的人 對 說她去拍了新娘照片 然後也 說她訂了禮可 所以新娘家的人半信半疑的狀況 去拎了這個東西 去拎了這個東西 回去 回到娘家 大家正在覺得他們說 怎麼會有這些東西 對 怎麼會有這些東西的時候 那照相館說 對不起喔 就照相館打電話說 對不起 那照片呢 其實我當時拍了兩張 那有一張我拉在暗房裡面 沒有拿 他們就去拿這個 就去拿她這個照片 就再去照相館拿這個照片 把這個照片一拿回來 一模一樣的場景 一個半身的女人 七孔流血 乖乖的這樣做 這個照片還流著 我當時還看到這個照片 黑白的照片 邊邊還那個修的那種 切邊花紋那種舊照片 你用泛黃照片 你就是還看到一個女人 就是下半身 然後七孔流血 就像是我們現在做的暗房特效 下半身是沒有 乖乖的這樣子做 七孔是流血 她表情是 但就淺淺的笑 因為她結婚嘛 淺淺的笑 七孔流血 有一次出外景 我就親眼碰過一個狀況 我帶兩個名譽美照 我們在澳門一個百年鬼屋出外景 我們在裡面拍著拍著呢 這個攝影師突然 我說對不起 沒電 我說沒電那你們換 不是啊 因為裡面很黑啊 看不到 身手不見屋子 那我們店直接在外面 我們要到外面去換 我說好啊那你們去啊 我在那邊抽菸 啊 喔好 然後那兩個外景妹妹一看 啊 瑋哥你不去啊 那我們陪你抽菸 這邊站一個女人 這邊站一個女人 我們這邊抽菸一下 然後我 我當時站在那個 舊房子的轉角 就是 門這樣進來以後 我們站在轉角 所以她進來到這邊 如果不進別的房間 她到這裡以後呢 她左轉 她左轉就可以到 進小房間裡面 再右轉 就到最裡面的廚房啊 傭人房這些東西 然後後面是死的喔 後面連窗屋都沒有 是死的 我在那邊抽菸抽菸 我這 我永遠記得很清楚這樣 那煙這樣一叼起來 一個人喔 你很清楚看到是一個人 但是就只有影子 黑影這樣 在前面這樣 這個女人這樣 她真的當著三個 眼睛發直的面前這樣 咻 進去 進去不見 她一不見我這樣 你們有看到我看到的東西嗎 有嗎 她說 那兩個都說有 有 我說 你們看到也是一個人對不對 那兩個傻 對 我就往裡走 走進去 走進去 你敢走啊 你很大膽耶 大家都是往外走吧 對啊 往外走就往裡走啊 不是啊 你要搞清楚怎麼回事啊 而且一副就是 一副你剛剛的講法就是 一副這樣 趕快走 你不是 你是往裡走啊 不是 我本來以為她焉一席 兩個女生就巴著她 三個出去了 而且你真的很 很像那種 那種美國啊 或是什麼那種 台灣的 不管是什麼樣 就是那種鬼片 就是給小人 就明明就可 給小人 就是很欠揍啊 就是明明就很恐怖 然後硬要去闖 然後硬要去看 到底發生什麼事 因為通常只要正常人 聽到裡面有什麼鬼怪聲音 就不會去看對不對 你是硬要去看那種人 水瓶座就是這樣啊 那我再告訴你 我有一次這樣還幫警方 你那帶種耶 我們有一次這樣還幫警方破案 我在做靈異節目的時候 真的還想 你會這樣破案 我在做靈異節目的時候 有一次我們去到一個鬼屋 真的講不完耶 講不完講完 去到一個鬼屋拍外景 就進到裡面呢 那鬼屋的二樓啊 都沒有人嘛 裡面都是名字 你知道我還記得客廳 地上還畫一個猶太之心 好大一個猶太之心 一個圓的 然後每一個心的點 都點蠟燭 然後牆壁上斜的亂腳 對 很多亂七八八都像斜的腳 然後我們走到二樓去 一到二樓每個人都嚇一跳 二樓停一副棺材 而且停一副棺材是那種 它那個木頭已經爛了 但沒有非常爛 就是你可以放出來 看得出來大概也許 有個兩三年吧 爛的 然後棺蓋有點開 你知道嗎 然後外景拍一拍 我就叫那機器 這邊有棺材 我們出外景 人家竟然棺材 停在這邊這麼久 它不見得有死人 就算有死人 屍體可能也爛了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 到底有什麼 我把棺材蓋推 我就把棺材蓋推開 推不動很重嘛 我還叫那個工作人 工作人員不敢 不敢 我就自己這樣用大的 用推 弄開 弄開 你知道裡面什麼嗎 弄開 弄開 你知道裡面什麼嗎 弄開裡面 裡面是一堆那種 爛塑膠質你知道嗎 爛塑膠質 可是呢 我發現裡面有類似 一包一包的白色的粉末 我們就拉了一個小洞 手這樣沾一點點 真的沾一點點 我這樣往舌頭上一劃 我就這樣碰一下 我舌頭立刻就沒感覺 而且不是舌尖 是整個舌頭 立刻就沒感覺 我就說 這絕對不是麵粉 來 報警報警 回來報警 真的是三包海路易 不知道什麼人藏在那邊 哇塞 你有被歹徒發現嗎 沒有耶 可是可能今天播出以後 應該會有 對 對 原來是你耶 像這一集 你真的犧牲很大 我們生命危險耶 對 我們是替你擔心起來了 那十幾年前我想 這位大哥所有的恩怨 我們就一給勾銷了 靈異體質嘛 所以我講一天這個 講一個親身經歷的故事 其實沒有什麼啦 匯明姐你真的不要怕 這個真的沒有什麼 我只是不知道答案而已 這個事情是發生在 我曾經住過一個老房子 那個地方在林口 然後大家知道林口很潮濕 我一個人在那邊住了六年 所以呢 因為一個人住 所以那個房門呢 我從來沒有關過它 三月房間的房門 從來沒有關過 然後有一天呢 有一個這個 我前妻跟我小孩從加拿大回來 然後就住在那個 我就把我的主臥室讓給他們住 讓給他們住呢 我那天晚上才發現就是 因為門都從來沒有關過 然後又在林口 所以呢 門都已經變形了 那他們主臥室那個門呢 關起來還比較輕鬆 可能是因為那個房間 因為我也偶爾在住 然後我偶爾會關門 所以門還關起來比較輕鬆 我呢 一個人就在 我的主臥室的斜對面 一個小工作室 我做模型的那個房間 我就在裡面做模型 然後做到半夜三點多呢 我準備要噴漆了 噴漆要開那個馬達bump 那個馬達bump聲音很大 所以我就 我就把我那個 工作室的門關起來 我要關我工作室的門的時候 我才發現 我工作室的門呢 已經從來沒有關過 又是木頭 它嚴重變形到就是 你要關喔 是關不上去 你要關要用力的 把那個喇叭鎖往上抬 然後用力的頂 你才能頂到裡面 頂到裡面呢 你還要連腳帶手 用力這樣再壓一下 那個喇叭鎖才會 卡 把它扣住 我那個工作室很小 小到什麼程度呢 小到當我坐在這個 這個桌子上工作的時候呢 我只要屁股稍微抬一點 還不用離開椅子 稍微抬一點 我就可以抓到那個門把 很近 然後那天晚上 我就把門關起來 關起來 開始噴漆 就噴得很專心的時候呢 我突然看到這個門把 因為很近嘛 我在噴的時候 突然就看到這個門把 那因為在噴漆裡面有顏料 所以在噴的動作進行當中 我是不能夠動的 我在噴的時候 就突然看到這個門把 是很輕的 然後這個 我剛剛講這個門是有變形的 所以當它開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它應該要 物理現象它應該要 啪彈開來 沒有 它是 然後往前推開了大概15公分呢 它一打開以後 它發現裡面有我在裡面 然後立刻用很快 但是完全緩和的速度 啪 門鎖住了 然後在鎖住的時候 我心裡想說 你進來也不跟我打個招呼 就啪 就門這樣 就這樣出去了 然後我就立刻把它放在那個 把那個噴筆放在架子上 起身把那個門把用力開 用力開不了你知道 我還整個屁股抬起來 用力 啪 一拉 一拉我看到那個主臥室 門是關的 主臥室門是關的 那門是關的 我就很害怕 因為我那時候心裡想 那不會是他們 那家裡只有我們 那還有誰呢 我從來沒有感受到這麼害怕 然後我就起來 到那個客廳去 客廳有共土地公 然後我到客廳去 我就拿了一個箱 拿了一個箱 要拜土地公 當我要拜土地公的時候 我才看到 因為土地公的那個 神龕高度很高 那那個擦箱的那個箱爐裡面 它不是應該有一堆箱角嗎 香花咖這樣 我抬頭要舉箱 要擦的時候 我才發現那香花咖都沒了 就是箱角不見 就那角度開始不見 我心裡想 腳偷啊 對啊 為什麼會沒有箱角呢 結果我就站上小椅子 要去擦那個箱 才發現那個箱角 是像稻草一樣 是整個倒下來的 但是香角還擦在裡面 然後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我就跟土地公講 土地公 土地公千萬 你千萬不要 千萬保佑是你 千萬保佑是你 你不要嚇我 我很虔誠 拜 拜完 擦完 然後天還很黑嗎 我就要走回我的工作室 我要走回工作室的時候 是面對廚房 我要走回工作室的時候 我在看到一個灰 一個全身灰色的一個老人 半身在我廚房裡面 然後我一看到他就嚇一跳 他只是這樣 笑了一下 啪 人就不見 講完了 他沒有反應耶 他說的這是我最怕的 你知道 我先在家裡的事情 因為 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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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李慧平的合理話解釋之下 鬼王做到了五入 他現在家裡的 是不用怕 謝謝惟禧 謝謝 你 你變堅強了 你堅強了 你不喜歡他對不對 我跟你講 我不跟你講 有些我很怕 有些 那個 是地基礎 我知道了 你聽到我 他認為類似土地多類的 你聽到我一開始說家裡 你就沒有 老心在在在那裡 你家裡說什麼 我都不是 陳維銘 其實你是有功勞的 你是本節目有史以來 每一個全部的故事 他都全部聽完 而且還會笑的人 並沒有感覺到折磨 好 這樣就對了 低點重要 接下來這一位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挺得住 陳維銘 你是陳維銘 他還有在這裡嗎 我們先看那個 李愛琪 你挺那兩個 我覺得我受不了 好過分喔 OK 好 我要講這個故事 是最近的事情 恐怖的地方 稍微打個Pass 好 就說要來了 要來了 你可以這樣說 要來了 可是最近的事情 因為我有一個高中同學 他是南部人 然後後來移民到了美國去 但是這個中間 我們一直有在聯絡 MSN 電話 偶爾回台灣 我們都會聯絡這樣 然後這兩年 我剛好人都在 都住在中國大陸 在北京 然後有一天在北京 這個 他媽媽就打 我那個同學的媽媽 就打電話給我說 你什麼時候回來台灣 我們在台灣啊 我說阿姨你好啊 你們回來台灣幹嘛 他說沒有 很久沒有回來台灣 那順便就剛好有嫁 就跟我那個朋友 叫Jason 他說 我們就順便那個 東西還要玩一玩 我們再回去這樣 我說那你們要 你們的行程怎麼樣 我就問一問 剛好就是 因為我是過年前回來台灣 我這趟是過年前回來台灣 剛好就是 過年的那段時間 他們去泰國玩 然後玩完回來以後 人還在台灣 我說好啊 那我們來台北 我們來吃飯 好 結果我就回來 我回來台北以後 我回來台北以後 我就立刻打電話給他們 然後打電話給他們呢 這個 我接下來要講的故事就是 我打電話給他們 我這個同學的媽媽 告訴我的這個事情 他們到了 他們回來台灣玩一玩 南部看看親戚 北部玩一玩 然後就到了這個泰國去 然後泰國去 他們到泰國去玩七天的行程 那前面兩個人就在曼谷 那曼谷呢 大家一定會去四面佛 所以他媽媽 因為他我那個同學是無神論 他都不信鬼神那種 可是他媽媽是信佛的 所以到了那個四面佛那邊 他媽媽就跟他講說 你這老大不小了 還沒有女朋友 四面佛有一面是管愛情的 很靈 你不管信不信 反正就是求個姻緣嘛 對不對 就是求個姻緣 就當作見媚人嘛 我朋友就去了 然後到了四面佛那邊 我那個同學的媽媽 就買一串佛珠給他說 這個到了泰國 你就入境隨俗 好不好 你不掛 沒關係 你回來美國 你都拿掉我沒關係 我不管你 我同學就掛在脖子上 然後到了四面佛那邊 然後就問人家說 這一面是拜什麼 這一面拜什麼 這一面拜什麼 這一面是拜那個愛情 來來來來 Jason 來來來 然後我那個同學 因為我聊他的個性 你叫他做他不願意做的事情 他會站在那邊做 可是他心裡會覺得 他就在那邊幹 這樣 好 結果我那個阿姨跟我講說 他到 我那個同學到了四面佛的 那個 管愛情的那一面 的面前 在拜的時候 他手印拿起來 掛在脖子上 剛買了佛竹 整串 啪 散營地 就散營地 我那個同學自己也嚇一跳 欸 怎麼這樣 然後我那個同學的媽媽 就覺得 這個有點 有點不舒服 有點怪怪的 好啦在曼谷待兩天 然後第三天 早上去帕塔亞 第三天早上去帕塔亞 第三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那個同學 就很難看 就整個人就很虛弱 很難看 我那個同學在美國是喜歡 打籃球的那種ABC你知道 就是體力很好 可是第三天早上起床以後 他臉色就很難看 那你知道旅行團 都很早起床對不對 要改那個行程 他一路上也都不講話 本來很活潑的人 就不講話一直睡一直睡 然後我那個同學媽媽也說 你有沒有那麼累啊 你有沒有那麼累 時差早都回台灣調完 你有沒有那麼累啊 不講話一直睡一睡 然後到了那個 帕塔亞 分了飯店以後 分了房間以後呢 我問同學直接說媽媽睡覺了 晚上晚上八點多 她就睡覺 好進房間睡覺 然後進房間睡覺呢 一個人睡一間 然後她媽媽睡隔壁 她媽媽睡隔壁 到九點多 她一進房間沒多久 她媽媽想說 我先叫她起來吃飯好了 你這不能不吃飯 吃完飯再睡嘛 好 這是這個段落 這是我同學的媽媽這個段落 我同學那個段落 是這樣 她一進了房間呢 她很累 她就去shower 笑耳完以後呢 她就坐在那邊抽煙 她在那邊抽煙的時候呢 她就打開電視 打開電視發現 怎麼轉都轉不到台 就你不管轉任何地方都 嘶 嘶 然後她心心想說 那就不要看嘛 我累了 煙洗了要睡覺 然後躺到床上 一躺到床上 她就聽到那個窗簾是 窗簾上面不是那個金屬扣環 就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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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起来帮我梳头 是她认识的 认识的 之前有一个女朋友 还不起来帮我梳头 我的同学也没有多想 就直接坐起来 去帮她梳头 帮她梳头是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不要弄我当模特儿 弄她 门在这个地方 就是房间门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的同学 去帮她梳头这样 弄她 去帮她梳头 好 我不是要弄 我只是在模拟那个状态 我的同学去帮她梳头 好了 没 然后梳一梳呢 在帮她梳头梳一梳的时候 我的同学她告诉我 她也没有概念 她最近在帮她梳 梳一梳的女生 好痛 小心一点 然后我同学看 我好想听 你看她好没胆 是你吓到她才没胆 我又会 让你现在 你们这样的头梳不完 你再梳头 那你现在手都不要拿上去 好想听 乖 想听 对 来梳头 好 去帮她梳头 那不是梳一梳 那女生就好痛 小心一点 然后我的同学一看 她梳下一块皮 你知道吗 梳下一块皮 这边就有点烂掉 然后我的同学就很紧张 对不起 对不起 就拿来卫生纸沾沾沾 然后那女生也没讲话 好 那再帮我梳 然后梳 再梳两下 再梳两下 那个女生就好痛 好痛 轻一点 然后我同学没停 就一直梳 就发现 伤口越来越多 那个血越来越多 不要吓我 然后接着就 然后接着就再梳 你知道 梳一梳呢 我那同学梳一梳 就突然听到一声音是 你要冲下 然后她就 我那同学就醒过来 醒过来以后她才发现 她其实躺在床上 她其实躺在床上 然后她妈妈 是她妈妈进来 她妈妈进来以后 就突然发现 她妈妈为什么喊那么大声 是她妈妈一进来的时候 发现有一根女的 坐在那个 坐在她的那个 化妆台的前面 坐在化妆台的前面 看着我那同学 然后是自己在梳她的头 我那同学门一打开 她妈妈门一打开 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 她就吓到 所以她就大声喊一声 很惊讶很害怕喊一声 你冲下 我那同学她醒来说 没有啊 没有冲下 怎么了 为什么后面会有个头皮啊 好恶心啊 不好意思 我假发没有戴 我的天 对 不要弄这样 比我还在看 真的吗 真的太好笑了 结果我同学的妈妈进来 看到这个景象 她吓到她喊了一声以后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我同学就醒来醒来 被吓到她就说 妈妈你进来干什么 她妈妈说 你房门没锁啊 我说我有锁啊 她说两道啊 怎么没锁呢 她说你房门没锁啊 那你喊那么大声干嘛 没有啊 我刚刚看到 刚刚看到那个谁 坐在你床前 然后抓着那颗头在梳头啊 然后我的同学说 没有啊 但是我当 我刚刚到时有做梦的时候 我再帮她梳头 然后我同学就把 她梦到什么 跟她妈妈讲 然后她妈妈就跟她说 她看到什么东西 然后这两个 母女两个就觉得很奇怪 那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妹妹什么情况 那我带你去吃饭吧 好 她就跟她妈妈出去吃饭 吃饭回来呢 她就立刻就睡 睡了一个 一个晚上也都没事 早上醒来呢 我的同学吓到 因为早上醒来呢 她那个梳妆台的前面 就梳妆台前面椅子嘛 椅子上一摊雪 然后下面滴的地毯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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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雪 一直滴滴滴滴到门口 然后滴到门口 滴到门口 我同学也只是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叫她妈妈来看 叫饭店人来看 就是大家也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昨天进来的时候还是干净 为什么这样也不知道 好 接着他们继续下面的行程呢 就取消 就没有在玩 就回台湾 回台湾以后呢 是我那个同学 她开始每天晚上睡觉睡一睡 她总会被声音吵醒 然后眼睛只要睁开呢 就会发现那个女生坐在她的床前梳头 坐在她的床前梳头 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呢 我的同学有一天 他晚上说 我去Seven买烟 就骑着摩托车出去 就骑着摩托车出去 骑着摩托车出去呢 就没有回来 没有回来 没几个小时之后 这个警察报案通报他们家 我这同学在路上出车祸 出的车祸很奇怪的是 她的人跟脑袋是 她真的死了 真的给我死了